明明三個種族都精通 神族重新大使 這一季應該剩鑽石 他人類跟蟲族在大使 重新的那個閃追太強 閃追大使 大家晚安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晚TSEL的 賽事了 我是金日的主播 我們今天有請到的賽評是 來自MIOS戰隊的台中神秘力量 哈囉你好 好的那我們今晚的一個 第一場對決陣容將是由Rush的 I'm ready 9D 對上的是MIOS戰隊的WINS 是一個PVT的一個對決的地圖 來到的是私人點位的冰霜之地 以我對9D的了解 他要打交鋒 因為他 我記得沒錯他本族應該是重組吧 然後最近好像轉了人類 對他這一季轉T 那其實他為什麼 不直接去玩隨機就好 他現在在 感覺他是三足精通嘛 他要先把那個啦 三足練起來 而且他覺得PIN吧所以他決定玩P了 喔對啊 他上次跟那個 上次TACL交流賽也是他有打完P 我記得打毒蝎吧 卡兩隻鳳凰的教鋒都贏 正面都打贏 我也是 拚吧 整個人都醉了喔 好一開始先麻煩 神秘力要幫我們爆一下點位吧 我跟你視角 好 這邊我們先看到 畫面左上角11點鐘方向 淺藍色淺藍色的神族來自於Rush戰隊 I'm ready 接著再看到 畫面右上角紅色紅色的人類 來自於Mill戰隊的WINS 人類 嗯 那神秘力量你對於WINS這位選手他的風格有所了解嗎 他 比較 擅長 打一個空頭 喔 因為他 打神族他比較習慣空頭鬼雷 不過我不知道今天會不會打這次 因為我跟他講 因為我們之前跟九滴練過啊九滴的 神族跟 人類比較偏向打正面 OK 他不會比較 不會做騷擾所以就叫他 鬼雷買自己家買一買就好了 買一買然後再去空頭九滴他家 對啊 那其實 教皇來講 其實 鬼雷很傷 鬼雷對教皇 打其實蠻好的打 喔對對對 那其實神族這個種族在防多線上會比較 要弱勢一點點 那 如果當 神族在碰到人類在做多線空頭的時候自己得要留意到 人類這一方會不會同時來做進行一個 正面啊以及 雙線空頭這樣子的一個舉動 不過我相信九滴也了解WINS他自己在打 的風格啦 因為WINS的手術 其實我們戰隊的人類手術都其實蠻慢的 大概 平均在100 屋左右 OK 所以多線空頭這種 應該比較難 會超速不過來 空不來 好的那首先來看一下人在這邊有一隻死神要來到了九滴的家裡囉 九滴先做一隻追劣 聰明的舉動 追劣開很穩啦 比較是開穩一點 對 那這裡死神過來 也有確定到了九滴目前是有開惡礦的一個狀態 兩邊都是一個有惡礦開的一個開局 這邊 先撐 撐兩槍 111 那這裡我稍微來看一下九滴選擇是一個VC線 那VC線待會不曉得是不是要打一個大量教室的 的一個戰術套路喔 那另外在人類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開惡礦之後選擇的是一個111的一個走向 我這邊追劣要來賺農民 先賺一隻 然後來賺強兵 應該可以再賺一隻 喔 這裡人類表示都讓你賺的這麼飽了怎麼可以讓你活著離開呢 唉唷 唉唷 過來 這一個算是 我想要繞兄弟 還沒繞到 對 來不及 做一個自願 來斜坡扇喔 對 先提閃錐 今天要打閃錐 不朽 喔 他現在在蓋的是VR 那VR待會應該是會配合靈靜做一個前線要傳的動作 閃錐不朽小眼睛 有可能小眼睛閃錐閃開 對 來看一下這個死神有沒有辦法偵察到關鍵性的建築喔 看到了 直接看到了VR 打 而且同一時間也 對 這裡是有看到神主這邊正在補的是一些兵營 他應該也可以猜想能到人 神主這邊應該是想要採取拿什麼樣的一個戰術套路 從解放者 不過人類這邊現在才補到兩個兵營有點 慢了喔 有點 為時已晚 不過要先來看一下這一隻空頭有沒有辦法 給九弟造成傷害 直接鬼雷埋下去 但是工兵也拉得很及時 還沒有賺到什麼東西啊 是 那個嗎 喔對 這個 好現在馬上再度回到我們比賽 比賽裡喔 只不過我看這個 9D的一個操作也算是都還蠻及時的 我們看這個鬼雷幾乎沒有賺到什麼東西 請接著來看一下WINS這邊是在補上了一隻 解放者來到9D家中 要進行一個騷擾 解放者架了起來 但是9D還沒反應過要及時做反應 但是被鑽線被鑽走一隻探車機 9D 9D這邊卡人口 沒辦法 沒辦法要傳他的那個 恩 對 那他時間點會被拖滿 而且現在因為解放者的關係導致 主礦這裡 9D打的是硝煙蠶追三開喔 現在9D的一個山礦開得很早 人類應該是還沒發生 不過這邊 WINS也有看到你 一堆追獵者 他應該也會 有反應 喔對 胖子呢 胖子呢 說好的胖子呢 不過他這邊 飛彈炮還差好差滿 喔對要準備防範對手的一個可能利用小眼睛開視野然後直接 追獵者跳高地喔 跳狀況 不過我們先來看一下追獵者 先來到了WINS的惡礦處 這個惡礦這邊有點空虛啊 有坦克有坦克其實還可以 對 不過這裡要主邊要跳囉 不過WINS也算是很有經驗 以心是 防空砲台都駕到位了 對 冷靜在那邊 可是沒有辦法回家了 因為現在WINS的主礦邊都已經插滿了 防空砲台現在要投也是有點難度 在這邊9D提了共振宣刃 等一下應該會走回 叫晃 那邊掃我沒發現你有三礦 WINS自己應該也要飄自己三礦 三礦可能早就蓋好了 對對對 那這裡來看一下WINS這邊打算要開三礦了 那順便先牽壓一波給對手一點壓力喔 這一波 9D不應手下來喔 因為他在轉型科技 可是現在這個時期點喔 WINS又選擇回家 惡礦被林靜鬧了下 這邊再往前走 嗯 你現在正面這波的話 人類這裡 投下來 打針 對打針持續做一個逼近喔 那 不過這個坦克也必須 稍微cover一下前線的一個生化部隊 好往前再起來再放個下來 我們看到9D 剛剛他球先點掉 那對 那這邊9D其實 這波真的很難熟 對因為目前 現在9D 坦克也在這邊 不給你開二礦 不給你走三礦 然後自己家裡隱居 對對對 你看9D的錢 而且現在9D因為沒有AOE的單位 打的會比較辛苦 喔後面 後面這個教室做一個包夾 但是9D還是有點危險 畢竟這個 有醫療艇做支援的生活部隊 對 打不太下 有點 而且他媽媽球沒有去場 媽媽球沒有去場 可是 現在看起來應該是勉強還是可以守得住 但是 有點重傷害了喔 不過我們後 敵準有點高 對對 而且WINS的後續再繼續補兵 這個在打地要撥過去的話9D應該是照相不住了 這邊在提二攻二防 人類這邊也是在提二攻二防 對 9D這邊選擇烈光 我覺得對打人的烈光沒有很好用 主要也 喔對阿 主要是生化部隊的一個機動性打了正下去機動性非常的高 而且他還可以用醫療艇載起來 喔對對對 這才是最無恥的地方 那還不如 喔這邊 神塔先點掉 喔對 傳兵結束 然後GG2 這個帶著 這裡直接捅穿 主要的我覺得打人類的話 是走具箱比較好用 因為烈光球其實真的打人類來講的話 人類的生化 純生化真的是 走得太快了 對 可以很輕鬆的跑掉 那麼再久 先恭喜WINS打一下第1分 對先恭喜WINS替Mius戰隊率先取得第1分喔 我有雜音嗎 是我嗎 喔對阿有點重 那我看一下因為換一個新的我 好 那緊接著我來看一下 接下來的一顆對決 有Rush的Yan Soda來對上的是Mius的Top 這樣有好一點嗎 現在 現在暫時是 還是有 還是有 那我可能要拔掉蟲叉喔 好 等一下可能會有盤子 還有嗎 喔暫時現在是沒有 好 那應該是我接觸的問題 喔 我們第二棒是Top嗎 嗯 我發現好多人都取Top喔 害我 害我有時候都會 玩蟲族的都叫TOP 會搞戶 玩蟲族的都叫TOP 呵呵 像我們戰隊也有一個叫TOP的 玩蟲族的都叫TOP你不知道嗎 他也是玩蟲族的 也就是說我 玩蟲族一定要選擇TOP這個名稱才能夠有所加持 真的 像我們 戰隊有一個本名跟那個 因為我記得有一個 選手的名字不是叫 是叫御翔嗎 欸 你是說 蟲族的 選手 台灣的 台灣的 我這邊是沒什麼太大印象 我忘記是哪 那你的上傳是正常的嗎 有點 KK的呢 喔是喔 上 欸我看一下喔 可是我這邊如果要再做更改的話 要重開 還是讓 還是讓Yuin來推 推 然後一樣你們兩個講 沒關係啊 都我 我這邊都可以啊 因為 有蠻多人的反應有點卡 喔 可能應該是網路不太好 最近下雨啊 網路不穩 我剛剛網路也不穩 剛剛在打的時候 呵呵 就看 如果要換的話就可以換 我叫一下 叫個人 好啦 好啦 這邊就先請大家先收帶片刻 因為直播可能要喔 這邊就先請大家先收帶片刻 然後就先用那個